大二女大学生的生存日系之校园吧 好不容易从床上趴起来去洗脸 然后她通知说 对着半小时 真的很讨厌一切临时通知 我真的好饿啊 昨天晚上忘记买早餐了 又不今天去食堂吃 那边有的是时间 吃完吃完吃完 看着我对我说着 吃完牛肉面你认风 这一时在去考实验测试路上 我竟然把笔忘带了 先看看书 不然等会儿墨迹就尴尬了 我发现我的发股也多 我就忘了这个书包书 不知道要哪儿了 中午打包了一份热干面 但是它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我以为的热干面都是那种 辣辣的而且是炒出来的 但是它这个就是黄面加上 加上那个芝麻酱 还有一些酱豆啊啥的 然后买了一个大力圆的青梅绿茶 这个我也没有喝过 主要是因为别的都是热的 只有这个是冰的 所以我才买的 因为我一直不喜欢喝绿茶 我还挺好喝的 因为它有绿茶两次 所以一直都不敢尝试 早上的牛肉面很顶饱 先买会手机 还吃了 还好吧我觉得 能吃饱住的就是 我突然想到我的列领跳运是170 我当时觉得及格了 然后我刚问社友 他说是174才算及格 总之要再跳几面有点后悔 但是又想了想 加上别的分的话 应该问题不大 我下午还睡了两个小时 晚上估计又睡不着了 我现在写个笔记 明天要教 我刚拆完快递请问珠光碧是这么用的吗 真的服了自己 我们要去豆腐了